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定要要要 康萨音乐 十年修的同船渡 百年修的宫连线 若是青雅绵雅又造花 小哥带你嘿嘿嘿 若是青雅绵雅又造花 小哥和你喂喂喂 嗯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金曲歌王 金桑之王 小哥 废玉清 Zither Harp 也已经这样的深 我依然痴迷在等 无悔的眼神 讨心的诚恳 只盼得到一点温存 为爱人留一盏灯 温暖你长年的吻 感觉那么正 不怕越陷越深 是我情愿的一生 誓言燃烧我所有灵魂 同样我接受任何牺牲 只要有你我就不心疼 说你肯陪陪着我到永恒 情愿为你付出我一生 纵然梦不能撑着 哪怕现实会无尽折腾 将爱换来满是伤痕 情愿为你付出我一生 从来不懂得保留几分 千笑我恨 爱依然执着又完整 我感性为情所困 不怕伤多深 情愿为你付出我一生 纵然梦不能撑着 哪怕现实会无尽折腾 将爱换来满是伤痕 情愿为你付出我一生 从来不懂得保留几分 千笑我本爱依然执着又完整 我感性为情所困 不怕伤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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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之前我有个问题想问沈南 为什么你的假唱那么假呢 你把我眼出卖了 我看不下去 本来小哥吉利要求我们 我们两个也配合他真唱一下 后来说我们的功力实在太差了 没办法 就为了保证节目效果 对对对对 真唱沈南在节目里会唱的 确实期待一下 然后点击率瞬间消失了 对对对 那还是要请这个小哥赶紧跟我们所有的这个网友来讲一讲 因为据说我们的小哥维维是为您量身打造的这个一档网络综节目 不敢当不敢当 这个除了平时在歌唱这个路上 虽然生活已经非常丰富了 但是我是个夜生活的人 这个我觉得夜晚特别让人宁静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我的心思就 有的时候就觉得接收度 不管任何的资讯啊 或是听歌也好了 唱了很多年的歌 很多很优美很这个惆怅的词汇啊 在我心里我都觉得 当然我本身生活是比较 没什么很大的这个跳跃起伏的 所以我一听到别人的一些故事或什么 我就觉得特别的就是一直有一个想法 如果有一天有一些空闲的时间 如果能做一档节目 它是让我很这个很近距离的跟观众朋友啊 如果听听他们的一些他们向我们倾诉 我们静静的来聆听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想不到今天就真的完成了 那么我们三位 那我问一下 也就是说当夜幕降临的时候 是是是 你就按耐不住 想跟别人的女朋友通个电话 那倒不然 你的意思是小哥的夜生活是怎样度过的 是吗 对就打电话嘛 各种想打电话 而且夜越深思路越清晰 是这个意思 是是是 那昨晚您接听了谁的电话 我的生活 我的生活是这个怎么讲 四平八稳的 所以我大概是有这样的一种性情啊 所以很多 不管演艺的同事啊 或是有些观众给我的来信啊 写的真的是文思全勇 好像把我当一个倾诉的对象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很难得的幸福啊 有人这么相信你啊 那么我就觉得这个节目这次很棒 我们陈荣她的这个 呃 一个女性的角度啊 她的这种 她也有她的一些历练 还有呢 她这种心地柔软的这个方面 而且还有经验 陈总介绍了 一个有故事的女人 那这个小男的 她这个年纪正好代表这个新世代 所以她也有她的这个感情观 或者是一些 这些可以 加上我呢 有一点比较 我应该算是哪一类的 大医生 不 应该算是蛮 蛮传统类的啊 所以我们三个人不同的角度啊 如果这个节目小哥 唯唯唯唯 各位朋友 不管你有开心的事 或者有点 这个 在十字路口彷徨的时候 或者是感情的事啊 都可以跟我们大家 虽然不是什么专家啊 但是在这个聆听你们说的时候 其实各位也就可以释放一些你们的压力 生理方面的问题可以吗 生理方面也可以啊 就是包罗万象 都可以 就是不设底线 是 第一个问题你来发问吧 不用了不用了 我知道手卡上还有你的词 你还没问题 您对异性方面 从头到尾有什么 对对 你看匆匆还 有什么还不太了解 有什么问题 您管问 匆匆 一会儿我问一会儿 别不好意思 因为有的时候问题啊 真的 你讲的也有可能 比如这种什么三十岁以后 还能发育吗 之类的 你是指哪里 那就 这个 可能要不要靠后天 这个要多运动 我们还是问情感问题吧 是 小哥您指的是什么运动 运动啊 也没有 就是说 我觉得体能运动也是一样 你多运动的话 它各方面都会提升起来 主动运动还是被动运动 主动被动啊 这个也还有对象才行 要结婚一下 要有对象 对对对 我问个问题吧 马上就开始好像进入节目状况 我也感觉好像迅速进入状态 而且提的问题都很极致啊 对 小哥我先问个问题 还有 你像平时呢 你在大家的眼中呢 都是那种 牵牵君子讲段子的感觉 不敢 那我想问一下 在我们这个新节目 小哥歪歪歪当中 会不会有一些 段子讲给大家听 不敢当不敢当 大家说段子啊 这个也给我是个封号 是清流还是泥石流 这个段子也分很多种啊 我倒觉得事实的时候 有的时候 跟观众如果讲的太严肃也不行 有的时候可以开心一下 就放松一下 那你说的音乐也是一样 那这个 唱了这么多年 脑海中真的蛮多的歌曲的 如果有适合一些 我唱个几句 让这个call in 进来的朋友 感到哎呀 释怀了很多啊 我觉得我也不吝啬 该唱的时候就唱几首 让他觉得这首歌曲是献给他的 希望赶快走出来 或者是他的快乐 我们唱一个 这个非常喜气洋洋的歌 但是好像没有 回到小男的问题 小男的问题 该讲还会讲嘛 还是会讲 会讲 就有答案了 该讲还是会讲 当然了 活到这个年龄来讲的话 这个人世间的一些 不管像你讲的心理的生理的 都有一些了解了 是 而且呢 自己也经过这些历程 从低潮到不懂 到高潮 到现在有点低潮 小哥 你们别挑眉嘛 我在你们边上看的特别清楚 这是 从 从幼小 到这个壮年期 然后到这个 这个 成年期 萎缩期 它会有过程 会有一个过程 好 我来提个问题 对 这一开场啊 无论是主持人 还是我们的发言嘉宾啊 都提到了 昨天晚上 今天凌晨的一件 社会事件 一个社会事件 如果 如果 有人 发表这样的声明 并且向小哥 打来这样的电话 小哥 你会想对宝宝说什么 不过 我是 不太会 这个 发表一些意见啊 因为 他真抗应进来了 怎么办 真会 嗯 我觉得 等这些 现实发生的时候吧 对 已经发生了 嗯 我觉得哈 排场三个主持人 真的太可怕了 对嘉宾来说 等8月28号 哦 让他抗应进来 说到8月28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都有讲到 8月28 除了三位之外 还会有一位神秘嘉宾 那不就是你吗 呃 呃 重量 再高一些的神秘嘉宾 哦 所以小哥 能不能今天在我们开播发布会 给大家小小透露一下 8月28号 有可能会是谁呢 那可不可以 有一点 保持一个悬念哈 这位是知性又感性的 而且呢 大家对他都很熟悉的 蛮漂亮的女生啊 哦 女生 太好了 是是是 今后的节目呢 还会有些好多人呢 觉得 这个话题挺有意思 他们很乐意的来参与啊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 一起跟他们坐下来 来分析一下 朋友们 你们的一些心事啊 嗯 好 那既然刚才小哥讲到说 这个来参加这样的一档直播 网中 也算是一个非常好的 能够和网友去交流的机会啊 嗯 我们的节目当中会有三位主持人 那每个人可能也会 从不同的角度来给网友打一解惑 所以特别想问一下容姐 因为之前网友对您的印象 都是那种非常知性优雅 然后很温婉的感觉 是啊 那在这样一档节目当中 您会是个什么风格 都是假象 都是假象 你怎么知道 我知道 节目里有小哥 昨天晚上我们一起待到了 后半夜两点多钟 我知道 声明跟 跟我们有关系吗 待到两点多钟 你要描述这个世界 我们开会嘛 怎么了 姐你自己给自己解释一下吧 到底是不是知性生 是 知性大姐 我觉得 首先 还是 因为毕竟有多年的主持的历练 再加上也曾经主持过情感类的节目 相信 或多或少 会对call in 进来的朋友们有些帮助 那么 除了知性之外 当然 要了解00后 95后 90后的小朋友们 在想些什么 找到准确的词汇 帮他们来解析现在的很多事件 我也在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这个我们陈荣小姐一站出来 就让人觉得是一个 这个 他这个 高贵的气质 以及 这个 给人家的这个指点 保持是非常的 温暖的这个形象 非常端正的往前走 而且呢 我每次在讨论 选题呀 开会的时候呢 我发现满屋子的编导们 特别喜欢听我 闺蜜们的故事 所以看来要 抖很多身边人的故事给大家听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 可能会经常出现在节目当中 开场 而且还都是真的 是是 闺蜜的朋友的故事 是不是就是你的自己的故事 都是这样的 也是一个有经验的人 好 那既然每个人 有不同侧重的方向 小南 你要侧重哪个方向 去答网友问呢 我不会回答的 因为我感觉像我 这么年纪轻轻 没有什么资格 去给他们什么建议 但我到时候感觉 可以随便骂一骂他们 也挺爽的 真的吗 因为我感觉 有些时候好像 有些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 有些问题是自寻烦恼 一并深淫 对 是是是 那我们知道你跟小哥 也不止一次搭档了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一次有什么新的期待 除了这个黑黑黑之外 你对小刚还有什么 其他的印象 没有了 没有了 没有 其实小哥在之前合作的节目当中 体现出来的是一个院长 一个为人师表的感觉 那相信在这边呢 带给大家的是更多的网民 或者更多的观众 不是说纯艺术上的为人师表 而且是人生道路上的 这样一个为人师表的感觉 不敢当 不敢当 其实我要抱一个料 因为我们感觉小哥是住在象牙堂 是哪里的 养尊处优 优质男士 但是我要抱一个料 他每次来上海 最喜欢看的电视节目 现场的很多上海记者 应该都知道这档节目 最喜欢看的一档上海的电视节目 叫做老娘舅 他最喜欢的主持人叫做百万青 这个消息百阿姨知道要开心死了 还有这个 而且他是经常会一直在看 看的时候会一起参与进去 会说百阿姨怎么还不问这个问题 百阿姨怎么还不问那个问题 百阿姨怎么还不问那个问题 对对 还有那个等着你 真的是 我不看了这个 就生活类的 对 所以很接地气 感触很多 小哥是很接地气的男士 才发现到 其实每个人都有故事 每个人一路走来 每个人的背景都不一样 你人生所碰到的人事物都不同 所以我觉得这个节目就可以开拓这个视野 很多朋友可能有很多千奇百怪的 他们所碰到的瓶颈各方面 我们在这个节目里可以呢 除了回答他们 也可以说 我们也乐和乐和 我们也自己可以了解一下 对 您请速 我聆听 这个是挺有意思的 没错 而且这次互动性还是非常强的 我听说通通我们还有送各种礼物的这个环节 当然当然 因为其实今天一上来这个王平总 就向大家介绍过了 我们这回呢将会通过优酷和来风的这个直播平台 来同步进行节目的直播 那所以在来风当中 我们所有网友在观看节目的同时 不仅可以打电话 而且可以送礼物 我们这个礼物有话筒和裙子 这个话筒如果累积到一定数量的话 刚才小哥也讲到了 就会在这个节目当中来献歌一曲 让大家这个用音乐抚慰一下 那如果说裙子达到一定数量的话呢 小楠听说你会伴我 对 我估计是收不到裙子 一说到话筒和裙子 我想到一件事情 今天现场我们真的要送出去 一个非常非常昂贵的话筒 它到底多少钱呢 我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告诉各位 这就是传说中的黄金级的钻石级别的话筒 传递人生的保证度高达99.99% 有金话筒支撑 而且呢 它的价值等同于同等重量的黄金的市价 哇 那这个话筒多沉呢 我们这个话筒整整0.3颗 我喊沉喊沉 接下来 让我们掌声有请SMG 艺术总监SMG 互联网节目中心主任 上海好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宇仁先生 为小哥献上这份厚礼 有请 再次有请叶总 哇 哇 这名众礼 送给我的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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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送完 我问一下有人怎么了 这是道具吗 还是怎么样 真的 真的 送完还要拿回去吗 这麻烦 拿不到谁 好 不拎不拎的 来来来 要点点分量 谢谢 刚收到纯金的 哎 真的是 我们常说宝剑圣一熊 那我们艺人来讲 这麦克风就是宝剑 这个 收到这么好的这个礼物 我一定要好好把节目做好的 这个好好的用心的 跟观众好好的来交流一下 把这节目呢 这个说到各位的心坎里去 谢谢 谢谢 我们也给两位留一个拍照的时间 既然有了话筒 一会儿能不能请小哥用这个话筒唱 没问题 来来来来 咱们先先完成一张合影吧 这真的是我们现场的一份小惊喜 也是特别给小哥良心定制的一份礼物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小哥 谢谢宇仁总 谢谢 这也要好好说好 来来来 宇仁总 请回坐 我先替您保管一下 谢谢 既然拿到金话筒 对啊 这个节目也蛮奇名的 能把这个话筒 好 这个感觉一下吗 第一有多重 第二音质到 哎呦 真的很沉 是是是 真的很沉 这大概有多少颗 我倒很少上菜场 我只知道几两 是不是有个三四两 很棒 这有声音吗 现在能接上吗 现在接了吗 可以的 可以的 小哥这个已经可以用了 可以 你马上可以换个话筒 唯唯唯 哎呦 唯唯唯唯 好棒啊 哇 那这样就可以使用了 那这样吧小哥 拿着金话筒 我们亮亮金嗓子吧 嗯 这两天正好是奥运阶段嘛 对吧 我们要不要唱一个 跟奥运有关的歌曲啊 哪首歌是跟奥运有关的 小哥自己选一个 对啊 刚才我出场就唱的歌了 刚刚那个歌啊 其实就是 那个是个都会情歌 宁愿为你付出我一生 从来不知道保留几分 且笑我笨 爱执着又要完整 我情人为情所困 不怕伤多深 你看 声音怎么样 啊 刚刚我选那个歌啊 就是 几乎是我们这个节目里面感性的啊 嗯 当然这个 可能恐怕我觉得百分之 七八十以上的话 都是会年轻朋友打来的啊 嗯 那么当然也有很多快乐的啊 或是长辈的打来 也可以啊 你们刚刚那个歌好棒啊 嘿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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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好像这个歌有三十来年啊 有了有了有了 白蛇传 有三十多年吗 有的有的有的 那看来是还同时期看的 有些成年的这个长辈们啊 他们其实看电视的时候 也许并不张开眼睛 但是他们也会回忆的 坐在摇椅上 想想他们当年的一些 这个这个这个情深往事 是 所以呢 不要说是一些嘿嘿嘿的 嗯 甚至于我们两花 这船儿彩虹铃 要彩虹铃 哎 哎 这也是一首情歌 好美啊 在划船当中 是 没来也去的啊 哈哈 没来也去 那刚才说到奥运啊 好像我印象中 我刚才在搜索奥运的歌 我就想到了 五环之歌 五环之歌 五环之歌真的是叫奥运的吗 容金 这是奥运的歌吗 差不多了 哈哈 听名字的话是 名字 我们就是想看看 如果用这样的话筒 唱出这样的歌声 会有什么感觉 不敢当不敢当 啊 这个 这一次呢 这个节目啊 今天歌到之前跳过去 刚刚唱过一首歌了 没问题 啊 这个节目呢 我觉得 每个星期天的晚上 八点半 对 有小楠 还有陈荣跟我 我们这三个人在所在 这个节目的特别性 就是说 它是这个live的 而且呢 直接 即刻的 可以跟观众朋友 达到大家互相对话 没错 这是有点难度的 那我们就卖一点关子 嗯 所有呢 想听到 我们小哥精彩的解答 精彩的演唱 好 记住了 8月28号的晚上 8点半开始 每周日晚上 还是这个时间 一定要关注我们的 小哥YYY 好吧 而且可以call in 进来 让小哥帮你解决 更多的问题 来来来来 我们三位一起啊 谢谢谢谢 谢谢二位 先稍事休息一下 来 我们两位先稍头休息 谢谢 好 那刚刚这个 小哥跟我们聊了那么多 其实今天在发布的现场 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细节 不知道你注意到了没有 有什么细节 我们现场的冰糖雪梨管购 哦 现在集体要干一个是吗 不是不是 因为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 康师傅的领导来到我们的现场 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们来到我们的现场 所以接下来 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衣食父母 我们的爸爸妈妈 康师傅饮品事业的王德纲 王总 上海为我们讲两句 有请 来 欢迎王总 陈董监 王副总裁 以及在座的媒体朋友 各位下午好 好 谢谢 干嘛 干嘛